尽管交易耶利奇 Christian Yellich原本不在马铃鱼高层计划内 不过他不满球队清仓喊走 马铃鱼决定也把他摆上货架 并摆名想得到耶利奇的球队 得拿出让他们大赚的筹码 虽是如此 还是有球队不怕亏 每每报道白瓦跟教室有意争取 现有至少5队有兴趣跟马铃鱼交易 马铃鱼历经疯狂大抛售 只留下耶利奇跟瑞尔木托 J.T.Ramuto 但两人都不满极客 Derek Jetter团队作风 喊话要求被交易 马铃鱼表明他们不是非卖品 不过他们现在已没有迫切的交易需求 因而喊出要达成交易的前提 必须要能获得价值不菲的筹码 所谓价值不菲的筹码 就是如农场中评价高的行锈 而且如果交易后 会让马铃鱼比现在多花一毛钱 也很难得标 牺牲顶级行锈 无论对哪对都是不便宜的代价 勇士 费成人跟国民先后表态想争取 美国记者罗森索 Candre Zanzo 套路白瓦及教室现在似乎也想加入战局 The Score 记者沙迪格特雷伯 Simon Shockey Gottlett表示 白瓦跟教室都有补强外野的需求 要争取叶利奇 他们也有足够的筹码 目前马铃鱼放眼各球队手握的筹码 对国民的二 零碎菜鸟外野手罗布斯 Victor Robles有兴趣 延览叶利奇的牺牲不少 为何还是有球队愿给马铃鱼赚也要交易 原因是叶利奇仅26岁又已经打出明星级身手 更重要是他未来五年包括行驶球队选择权后的薪资 总额也不过5825万美金 以投资报酬率来看相当超值 这也是马铃鱼想把他留下的一个重要因素 忠实电子报 感谢观看